《約百姬》第37章 他只是雪降在地上 吩咐雨傾盤以下 人人都停止工作 要觀看他的大能 野獸隱藏起來 留在凍月之中 步風從他的密室出來 強風帶來了寒冷 上帝的氣息送來冰箱 使寬闊的水面結冰 他使雲團飽含濕氣 雲層發出他的閃電 雲彩在他的指揮下翻滾 再傳遞遵他的命令行事 他使這些事發生 劃為懲罰人 劃表明他永遠的慈愛 若白請留意這事 停下來思考上帝的奇妙作為 你知道上帝怎樣控制風暴 怎樣使閃電在雲層中發光嗎? 他怎樣用奇妙完美的技巧 移動雲彩 你知道其中的奧妙嗎? 當你感到衣服滿熱 南風消逝 萬賴巨直時 他使窮瘡 將銅鏡般反射熱量 你能做到嗎? 指教我們該對上帝說什麼吧? 我們過於無知 不能為自己爭辯 豈可告訴上帝我想說話呢? 人困惑的時候還能發現嗎? 在風吹雲散 艷陽高照時 我們不能直視太陽 同樣的道理 金色的光芒來自上帝的山 上帝身披耀眼的光芒 我們無法想像全能者的力量 儘管他是公平公義的 他卻不消滅我們 難怪各處的人都敬畏他 凡有智慧的人都尊崇他 靈簽